自由广场,经横尾专栏,美日台队中的破窗效应 台湾疫情陷入紧张的严峻时刻 日美两国先后或说几乎同时非送疫苗到台湾 美国、日本、台湾竟然结成抗中阵线 送疫苗是真的,给中国下马威也是真的 日美的大动作有几点可观察 第一,时间上,日本选在6月4日专机运送100面4万剂疫苗 据说有美机护航,隔一天的6日 美国三参议员旋风抵台,宣布将送疫苗75万剂 排序上,美拜登总统承诺6月底前送8000万剂疫苗给世界各国 台湾是宣布后的第一个,日本援外3000万剂 台湾是受贿的第一个 政治上,日本专机选在中共眼中之次的日子 美国更高调,不但三位重量级参议员联媚访台 搭的是美国空军军机 日本之所以感悍然出手重击中国 根据BBC的报道,首相菅义伟4月16日见拜登之后 中日关系发生变化 日本背后有美国出筹谋划 日本借了美国的胆向中国丢出震撼弹 美日台联手,将了中国一军 中国为之奈何 有趣 中国每一支射向日美台的箭矢,支支刺入自己的玻璃心 日本疫苗源台的新闻出来后 中国大喇喇的一副战狼口吻接招 众谈所谓干涉中国内政的烂调外 强调赠台湾疫苗不会得逞 据报道,疫苗来台前最后关头 中国驻日大使馆还派出公使向日方施压 结果呢? 不遂 日本政府和AZ谈判 解除不可将疫苗转给他国的协议 解消了中国琐事不会得逞的威吓 日本得以解约 美国有没有暗中实力 值得探究 日本送台疫苗完胜之后 中国又祭出台湾籍疫苗谋毒不会得逞 第一次宣称不会得逞 自己长嘴 第二次同样狠话还有力道吗? 谁不能得逞 不是日台 而是中国自家 美国三参议员大阵仗到台湾 中国恼羞成怒的话术再度谢了自己的底 党的喉舌 《环球时报》 社论表示 这是美台切香肠战术又下了离手指更近的一刀切香肠会切到手 中国等着自己的手指被切罢 遇到了美日台联手 中国不得不把一贯的大话权给切切切切 切江下来了 更反讽的是 去年8月美军一批横线三一电子侦察机疑似从台湾起飞 《环球时报》 狠话警告 如果有美国军机在台湾境内直接起降 台湾战争就此打响 言犹在尔 今天美国空军飞机在台起降 中国连辟都不敢放一声 毛泽东说 所有反动派都是指老虎果然 主席英明 至于中国官方的表现 荒腔走板 弄到卸甲丢亏 只剩赤条条无遮大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批美 此事以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严重损害 这些话再再显示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 一如中国宣称中英联合声明一样 已成历史文件 据网译 倒是美国发出的正确的信号 中国装聋 有听没有到 21世纪拉出了新的国际局势 台湾的疫情展示了破窗效应 中国的苦头还在后面 作者金恒伟为政治评论者 This URL